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五次成功的创业经历 被认为是电子产品及快速消费品的营销专家 当你自己去操盘过一个十亿规模的企业的时候 你再做的时候你一定希望它是未来的这个空间 能够是百亿级的或者是千亿级的 他曾经成功策划了商务通的营销 产品上市不到一年的时间 销售额急突破七亿元 缔造了一个商业神话 凡是做成功的事情其实都是瞄着打的 所谓瞄着打就是你把目标想得很清楚 你的战略规划得很清楚 然后你去把它执行 如今他又涉足金融服务业 开发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账单服务平台 他就是拉卡拉公司董事长孙桃然 本期节目孙桃然与您共同分享 一款成功的产品是如何打造的 其实我今天带着特别大的好奇心 你要把最辉煌内页 商务通给我们讲一遍 因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营销的案例教学 我相信很多人会从中能够得意 尽管我们时代发生了变化 商务通当时应该讲做这个产品 当时我们张总应该是从97年开始研发的 我正式接触这个事情 应该是在98年的四五月份 就这个时候 商务通的上市是在98年的12月份 等于是说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在正式地去上市 去卖之前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就已经开始有一个班子来去策划和去规划 比如说产品应该叫什么样的名字 怎么定位 然后渠道是怎么样的 然后促销是怎么样的 所以当时在商务通成功之后 媒体采访的时候 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就是按照营销学的教科书上的那个 四批的理论去把它做了一下而已 真是这样吗 就这样 也是一个瞄着打 所以其实我的体会是说 凡是做成功的事情 其实都是瞄着打的 就所谓瞄着打 就是你把目标想得很清楚 你的战略规划得很清楚 然后你去把它执行了 你这说的挺简单的 实际上与此同时 商务通也不是说那个时候的唯一一个产品 对吧 还有其他的产品同时竞争 那他们怎么没做的这样 你琢磨出来是个什么道理 最关键的是 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新 这个也是后来 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 就是一个企业你要想做成功 你必须创新 call pay 抄袭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 模仿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其实模仿是强者的权利 作为弱者和信赖者 是没有权利模仿的 你只有创新 商务通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我们全方位地进行了各种创新 比如说 第一个产品上的创新 商务通的查询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当时有一句广告语叫 商务通查电话指点一下 因为你包括现在iPhone上的查询 其实是很复杂的 你需要往下去下花 或者说把人名数进去 但商务通当时我们那个老总 商总 发明了一个叫百家性查询方法 就是商务通查电话的时候可以点一下 别的同类产品查电话需要点三下 然后商务通的屏幕比别的同类产品 大概差不多主流产品当时的大一倍 细小的就产品上做了很多的创新 第二个创新呢 就是我们在渠道上做了很多的创新 因为当时做这类的产品 大家都是用的是代理制 代理制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如说在同一个省 它会有好多家代理 然后代理都跟厂家来进货 你比如说湖南的一个代理商 今天给你厂商订了货 明天他这个货就发到中关村去了 比如他一千块钱一台给你厂商订了 他一千零五十就批发到中关村去了 然后中关村的厂家可能一千零七十又批发走了 就整个他的货物全部是在流通渠道里面去流通 那我当时因为我是跨界嘛 我不是这个行当的 所以呢我就脑袋里面没有那些概念 我说渠道方面 第一个我们要先款后货 你先给钱我再给货 然后所有的人告诉我们不可能 说这个行业里边哪家哪家是怎么做 哪家哪家 所有的都是说先把货发过去 完了三十天四十五天他们再把钱打回来 我说我认为这个不合逻辑 应该先给钱再发货 就是要把代销改为经销 这是第一个创新 第二个创新呢我叫独家代理 就是一个地方只设一家代理商 第三个我提呢叫小区域独家代理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行当很多的这个经销商啊 实力非常弱 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夫妻店 然后可能就几十万块钱的资本 他不但代理你 他代理很多的产品 然后他比如说他是湖南省总代理 但其实他只在长沙卖货 其他都批发了 所以我当时说 你既然没实力做全省 我为什么要给你全省 那我就给你一个城市 但这个城市我只给你一家 然后呢 我要求你去打广告 去投入市场 把产品去卖给这个最终的消费者 不要在渠道里批来批去 所以叫小区域独家代理 然后呢零售限价 就是我们设计一个叫指导零售价 谁都不许往低了卖 就必须按照这个价格来卖 然后包括我们在渠道管理上 比如说不允许穿货 穿货之后 比如说这个双倍的罚款 严重到什么程度去取缔 结果真的出现了 某一个代理商 他就把货就是穿到别的省去了 我印象好像只穿了两台 还是三台的货 然后另外一个省发现了投诉 他立刻派人坐飞机过去 找那个代理商 把那几台货又给买回去了 但是对我来讲 其实一个投诉已经上来了 我当时就号称要把它撤掉 后来闹出了很大的周折了 那最后呢 等于是网开了一面 没撤掉 但是全国的代理商都知道说 说孙唐人这个人玩得很 说到了一定要去做到 所以我们不唱货了 就是我们按照 恒继维的规则来玩 原来这个行当里所有的品牌 没有人都能做 这是渠道创新 第三个创新呢 比如说广告上的创新 商务通的广告 第一个 我当时提的就是说 要选美女 做形象代言人 因为当时 98年99年那个年代 选形象代言人 还是很少的企业做的 那我当时的判断说 这个产品主要是给 有钱的 或者有权的人用的 这批人都是男的 那么你用一个女孩 做形象代言人 可以拉近他们 跟产品之间的距离 因为那个时候 电子产品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电子产品 三岁小孩都可以玩 但是在98年的时候 电子产品还是很高深的东西 你想我们95年96年 做北京新年报电脑时代的时候 那会儿一个单位 它有个电脑室 得穿着白大褂去用那个电脑 其他人不能用 所以那个时候 电子产品太冷冰冰了 那我说好 请美女 做形象代言人 第二个就是说 把广告设计的水准 提高到IT水准 那个时候很多的同行做广告 就是把字往那一弄 在报纸上弄个通栏就行了 但是IT设计得很漂亮 因为IT那会儿都是IBM 什么英泰 那都是国际水平的 我说要照这个水平来设计 我当时还发明了个词叫 美学是向上兼容的 比如说一个博士认为好的东西 可能一个小学生他也认为好 但是不可能一个小学生认为好的东西 说这博士认为好 就是向上兼容的 把这个水平提上去 但是商务通广告上最大的创新 是我们用了长时段的广告 商务通的广告是十分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产品用15秒和30秒说不清楚 用十分钟的时间 把它的每个功能和操作步骤 给它讲得特别的清楚 让消费者看完了之后 就是他很了解怎么用 其实你看后来的所有的广告都是这么走 但是在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十分钟的广告你打不起嘛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分析说 我们卖的用户是这些有钱的和有权的人 这些人看电视 但是什么时候看电视 不是在西文联播时候看 西文联播时候他们都在外面吃饭 吃完饭之后可能又去什么喝酒啊 什么之类的 等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 都是半夜十点十一点十二点 然后他们肯定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他们就会到处去调台 所以播放的时间不应该选择A段 A特这些时段 应该选择半夜十二点一点钟 就是垃圾时段 然后再有一个呢 打哪个台不重要 因为这些人他不会终于那某个台 他是去扫台的 那重要的是把所有的台的这个时段都买到 然后找电视台去谈判 你把别人没买的时间 不要的时间都给我 甚至是有的电视台那时候 还是半夜一点半就关机了 我们说那这样 你晚关机十分钟 就你关机之前 你再差个十分钟 这种价格买下来就很便宜了吗 因为别人不要的 我记得最便宜的一个地方 一分钟两块五 十分钟是二十五块 就拨一次是二十五块钱 最贵的 比如说我记得是大连 那青岛这种城市的话是一百七十块钱 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天价了 我们差不多买到的一分钟都是几十块钱 而且我们这十分钟的广告词写得特别特别的好 你写的吗 不是我写的 我一个朋友写的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那个朋友呢 他特别有文采 他也经常帮人去做很多的这种广告的创意和策划 但他不会用电脑 他用笔写的 写完了之后呢 他找了一个那个单位的打字员 说你帮我把它打出来 那小女孩把这个稿子打完了之后 就跟他说 说这个产品我能买一台吗 有这么大的神奇 他写得非常好 很多人当时能背下来那个广告语 就是比如说你还在使用翻着破烂不堪的电话号码本吗 你还在为忘记了朋友的生日烦恼吗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很多 所以就是说在每个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创新 你看着它是这种普通的创新 它背后其实它蕴长的是说你对消费者的了解 这是我认为就是商务通能够走成功的决定性的原因 从商务通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特别坚持的一个方法论 你的任何的方案和计划一定要去做一个试点 从试点中来去完善它 完了之后再去做推广 总部的只是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更好执行 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我就特别好奇 比如说这个创新 是现在的这个国家 稀缺的一个资源 很奢侈这两个字 说老实话 在夏加州超去超来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是从哪来的那些创新的那样一些想法 当然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而是说我们当时恒起为 因为我们是七个创始人 包括还有一些外脑 就是大家去碰撞出来的 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军人物 其实他不需要你自己聪明决定 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懂 他需要的就是第一 你要会出题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能够提出问题 第二你能够找到懂这些问题的人 让他们给你回答 并且他愿意回答 第三最关键的你得有一个判断力 就是在别人的几个建议过来之后 你得能够去选择 那实际上这个是一场战役 我是要怎么样部署 我的时间进程怎么样 那个倒没有 没这么深 就是我刚才说的说 产品价格渠道推广这四批 这四批是事先经过分析和论证 推导出来的 就它应该是这样 你比如我举例子就是说 独家代理 那道理说得通啊 因为你如果不给你独家 那谁去投广告 因为我投广告在这个地方把这东西卖热乎了 全国的货都发给他了 他中了数他撑不了粮 所以他就不会去投广告 所以他必须是独家代理 就这个是在逻辑上是可以推理出来的 事先的这个四批你是可以规划好的 然后规划好了之后 我们去推向市场的时候 就是先做试点 这个也是后来就从商务通时代 一直到现在我们特别坚持的一个方法论 就你的任何的方案和计划 一定要去做一个试点 从试点中来去完善它 完了之后再去做推广 商务通也做过试点了 商务通也做试点 其实你包括这个像史玉柱 什么就所有做营销的人 试点是必须的 我们叫打样 那么商务通当时去打样本市场 就我们自己主动的是去 在郑州去做了一个试点 然后说按照我们的方式 怎么打怎么打怎么打 那哪些好哪些不好 然后我们发展了一个代理商 那个代理商在张家港 他自己就去把它做起来了 尤其是在98年99年的时候 张家港只有10万人口 那个地方不通飞机 不通火车只通汽车 很小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城市 卖PDA可能一年就卖 比如说七八百台 我们那个代理商 大概是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卖了七百多台 所以我们最后 是把张家港的一些经验 郑州的一些经验 把它整合起来 形成了我们家一个模式 叫张家港模式 然后在全国去推广 你怎么样去建立渠道 把它总结出来说 比如说当地的最大的商场 然后商场里边要一点两面 怎么样去布置 就把它全部提炼出来 渠道怎么建 广告怎么打 选什么样的台 什么样的时间段 什么样的频次 然后应该在什么样的价格 把它拿下来 然后促销怎么做 就形成了一个模式 就等于是这个打样 就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把 已经成为代理商的 和我们想让他们成为代理商的 都请到张家港 开现场会议 然后要求大家去贯彻和落实 那个时候样板出来之后 那就硬了 我们就提了一个口号 叫总部的指示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更要执行 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然后去贯彻 这样去往下去推 这个是第一阶段 99年的2月份 然后到4月份 等于我们又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们把这个 全国分成了三个大区 就是我作为常务副总 我还亲自管一个大区 然后另外两个副总 才各管一个大区 就全国分成了三片 那么张家港模式 推广起来之后 然后3 4月份 这个整个的销量 增长得比较快 那么到了4月份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大区 就交出来了 分给了另外两个老总 然后我回到总部 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开始建立整个公司的 全部的管理制度 包括人力资源 行政作业流程 全部的制度 就是进行公司内部的 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 第二件事情 就是在总部 组建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叫代理商部 就是形成了总部 对全国渠道的 一种统一管理 这个应该在当时 我们的那个行业里边 也是没有的 然后第三件事情 就是另外一位 范总 也提出来了一个 很决定性的建议 因为在商务中上市之前 我们定的目标呢 是一年要卖三万台 这是一个保底 一个及格目标 就争取卖到六万台 但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 我们范总就寻出来说 我们必须意识到 我们有可能一年 可以卖二十万台 因此我们应该去 增加我们的销售专员的队伍 我们应该去做一系列的准备 这个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所以等于在4月份的时候 就在各地增加 我们的销售人员队伍 原来我们的同行 比如说五六个销售经理 管全国 商务中最后是做到了 大概一个省 就有四五个销售经理 就采用人盯人的战术 就是您是代理商 我的销售经理 每个月有二十天就待在你这 跟你一起工作 帮你来工作 这个也是现在 很通行的一种做法 然后到五月中旬 我们又做了一件 比较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中央台 开始投放我们的电视广告 我们开始去占领了 中央一套的广告时段 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在四月份我们预见到了 我们一年的销售目标 可以去提高到二十万台 然后当时我们提出说 我们应该去树立我们的品牌 我们就请了李湘 拍摄了一个广告之后 到五月中下旬 开始在中央台开始播放 到九九年差不多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又请了普春新 然后拍摄了我们的形象片广告 叫成功的路上呼吸手机上 一个都不能少 这个好像后来还得了广告界的一个什么大奖 最后九九年我们是卖了六十六万台 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看后来成功的好极星 包括像一人一本 走的这个路跟商务通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从开始规划到打样 然后的话到投放产品的广告 然后到去中央台投放产品广告 以及到中央台去投放形象广告 就走了这样的一条路线 最后形成了就是销量 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美誉度 多方的一种供应 就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